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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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定一個時間的空氣 空氣就是這一段時間 就沒有 這個其他的事物 所以會很干擾 讓我們安心的把它移動 所以這個報場 它的作用就是一種效果 大家提供在一起 同步的來提升 道場的作用在這個地方 道場不提上供修 這個道場就沒有它這個作用 就沒有作用 像大家也沒有在一起供修 像一個試驗道場 現在很多試驗道場 跟過去古代叢林不一樣 叢林就是說它每天有固定的五堂功課 早晚課 包括這個 這個 三餐 這個五堂功課 都是基本固定的 其他時間都是出坡 所以在過去叢林 吃飯也是一堂功課 這個早餐午餐吃飯 午堂功課 現在很多試驗都是 做一些滑會 沒有做滑會也就沒有功課 所以我們牢上很慈悲 就是要我們雙膝做白漆 他老人家智慧很高 眼光看得很遠 人家煎給我們一個道場 實在講 不是好事情 煎一個房子土地給我們 那要做什麼 在那邊種菜 那這個就不需要煎給我們出家人 自己種也可以 那煎給我們出家人 我們有一些出家人住在道場 那沒有功課他們要幹什麼 就玩手機啊 我看不會輸給在家人 現在出家人也都有手機 並不是說出家人沒有手機 有手機 看了手機 我看跟在家人差不多啦 那跟在家人有什麼兩樣 沒有兩樣 所以牢上很慈悲 做白漆 一個白漆做了再一個 三個 現在第四個 牢上說做七個 七個以後 應該還是要長期做 那沒有長期做啊 實在講 有長期在做已經都 沒有做法會的時候 已經都很懶散 那再不做啊 我看 那就不是道場 變成啊 在那邊啊 造惡業的長損 也是也是道場 修三惡道的長損 那個也是道場沒有錯 看哪一道 所以我們大家在一起共襲啊 一定要知道 那麼現在做三十系列 我們做了這麼久的時間 我們在修情各方面啊 並沒有提升 可能還退轉 所以我自己一直去聲稱 檢討這個原因 主要是 這個系列內容啊 我們念一念 念過了也就 也就沒有 再進一步啊 去瞭解它的內容 所以前天啊 我在馬六獎 古神靜忠協會 跟馬來西亞漢協宴合辦的三次紀念 我就提出來啊 他們要講一個小時的開示 我就先帶大家念一遍太上感應篇 那麼太上感應篇講的啊 就是幫助我們燦禾 我們三十紀念啊 每一時都要念燦禾祭 那麼燦禾祭第一句就是 往昔所造諸惡業 皆由無死貪生痴 從生於欲之所生 金對國前勤善 那麼念完了 那念完了 我們有沒有真正懺悔 實在講也沒有 因為第一句的內容啊 我們就沒有概念 往昔所造諸惡業 那什麼是諸惡業啊 不知道 不知道你怎麼去懺悔 只知道说 这个都是贪生之生起来的 从生以役之所生 但是具体的诸恶业我们并不清楚 不清楚我们天天在造诸恶业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不知道 当然不可能去给它改过来 因为改过就是唱语 改过之前必须先知过 你知道过在哪里 哪个是过 要先明白 如果把那个过当作是对的 那就不可能去改 他执着那个错的是对的 为什么会执着错的是对的 因为没有读这个经典圣贤书 所以我不知道 没有标准 因此我们为什么要读经 经就像镜子一样 每天照照镜子 看看哪里衣服不整齐啦 帽子有没有戴歪啦 这个就是对照 对照我们的心形 我们心理的思想 这个身口的行为 那么跟 哪一些跟经典是相应的 哪一些是不相应的 不相应的 我们要不断去调整 靠近这个标准 这个修行就是不断靠近这个标准 就是不断的修 不断的改过 改过才会进步 改进 改进 如果不改啊 不断不会进步啊 而是一直在退步 退到最后就到三二道去 那我们 我们的结果就是到三二道 那这个人生啊 就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我们最深啊 得到人生啊 就是要上上提升 那么我们三十信念啊 主要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 就是我们最深要提升到做佛啦 那当然啊 做佛也要有 最少最少要有做人的资格 如果做人的基本资格都没有 那你人 人生都保不住怎么能做佛 所以这个观《无量寿经》 靖夜三五讲啊 这个 那个 佛给韦提西夫人讲啊 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应当要书三佛 那佛还没有给韦提西夫人讲这个十六观法 十六观法就是念佛的方法 十六种 观想念佛 观向念佛 实名念佛 包括求平往生 书各种方式 各种经典 回向 花燕 求生净土 都包括在里面 那么还没有讲这个念佛的方法 先给韦提西夫人讲要修三佛 第一佛啊 孝养父母共事师长 持心不杀 雄十三月 这个常常跟大家提 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求生净土啊 最少也要计备第一佛 第一佛的基督 这是最基本的 第一佛做到了才能提升到第二佛 受持三规 基督仲介 福败无理 再提升啊 发福离心 身近因果 如颂大圣 宣见行者 再往不断地提升 这个 佛还没有讲这个念佛的方法 先讲经业三佛 当然这个很重要 如果不重要 他就不会讲了 讲的当然就是前提嘛 前提你要有这个基础 那后面给你讲这个念佛方法 你去修 看你要修哪一种 才能成就 看哪一种念佛方法 所以我们这个 一定要知道啊 这个 基本的 条件 那么这个太上改立篇啊 也是我们敬老和尚这些年来 提上三个根 这个 其中之一 落实啊 今月三五的第一佛 慈心菩萨 其实这个 感应篇也涵盖啊 这个 校养父母共事事长 慈心菩萨群13月份 那么再更早是 印光大师体察 那印光大师 大家都知道 根据他传记的记载 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师至菩萨化身 化身来我们这个世界 化身做主持 那大师至菩萨 我们在楞严经都听到 佛给我们讲 在经典上给我们讲 大二十五位菩萨代表二十五个源头法 每一个法文都可以达到源头 那么大师至菩萨代表的是念佛源头 他是用念佛这个方法达到源头 那这个念佛方法在楞严经讲的 就是多四六根静念相继 不较方便自己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了这么久啊 那我们心有没有开 还是没开 还是烦恼一大堆 这个心有没有开啊 心开啊 我们不要讲大色大物 我们有一点效果啊 我们就烦恼清智慧长 我们这个烦恼就是点清 智慧增长 那第一个现象啊 得到清安 这是第一个现象 我们不要讲太高这样 最基本的啊 清就是人很轻松 没有压力 两个肩膀不会很重 安就是你心很安稳 这个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烦恼的事情 那你不会经意生烦恼 贪嗔痴啊 就很微薄了 那这是第一个现象 我们练活练这么久 有没有这个现象 如果有就恭喜 初步的效果 但是还要再提升 所以大师是福沙 念工大师 难道他不会教我们多四六根吗 为什么还要提上感应品 就是没有这个基础 你多四六根才做得到 不能没有这个基础啊 你要想射也射不住 所以李炳南老基是在那个太上宝华 那个书啊 我们好像印过 不算有没有印过 太上宝华里面有一篇 他自己用毛笔是写的 我在澳洲翻了这个书看到 他说如果感应品对于不太通经教的 一般的好像戊人 一般人 不是通经教的 那么我们读人有心得 虽然有一些人不认识 但是他知道怎么去做 也帮助我们念佛福佛 我们念佛临终啊 能敢念佛来接引 我们必备的条件就是福佛 福见师佛 就这个时候啊 广想广念不起来 这是说福佛 那么福佛啊 我们就可以代业往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下去断佛 我们现在叫福断繁玛 福断 不是灭断 那修其他法门要超越三界六道 一定要修到灭断 不管显宗 密教 大臣 小臣 处理六道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见师佛没有断得干干净净就出不了 那么静宗啊 他福佛就比较容易 比起其他法门容易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给他看得太容易 看得太容易舒服了 哎呀 我以为 这个临终啊 我念佛求往生啊 没问题啊 现在你身体好好的 没问题 以前我自己也是这么认的 我就念佛 就求往生啊 怕什么 但是生病啊 不一样 我出家一来啊 病了几次都快死了 生病啊 病重的时候啊 你就六神无助 就不是我们平常讲的那么轻松啊 病得痛得要命的时候 你能练佛吗 我看是没办法啊 我是没办法啊 别人我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印竹啊 基本这个教导 大师就不算给我们推荐的 这不会错的 我们修正宗啊 我们这个法脉是印竹这个法脉 所以老上要我们双击 叫称为灵岩山 原来陈永信基士说要称作靖空山嘛 老上不要不要 称灵岩山 就是 教我们要跟这个 阴光大师学习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也知道是这个用意 因此啊 我们大家在一起来共心 所以感宁篇啊 它有帮助我们俘获 我们有时候起心动念 我们错了不知道 天天念 那么这个感宁篇啊 它道家是求长生 长生不老 修仙 就是健康长寿 长生不老 那我们要修长生不老啊 这感宁篇要特别多 那现在人啊 虽然不是修道家呢 我看现在人要求健康长寿的人也不少 那么现在求健康长寿呢 大部分都是在 什么 生机饮食啦 吃什么营养啦 大部分在这个上面 那这个吃当然有它的一些补助 但是如果一直造恶业呢 我看吃鲜丹也是没有用的 还是一样生病一样死 没有用的 所以道家它有很多修这个 它那个法术的确可以 达到这个延连易受 像那个道家修那个屁股法 屁股法就是不吃人间烟火的 屁股 它就吃那个炼丹 那一颗丹吃下去就像太空人吃那个食物一样 吃下去它都不会饿啦 这个我们要这个 炼这个法门啊 也要这个感应篇点积聚 那你炼那个才能成就 那也有炼气的 也有炼那个 龟息法 就是 学那个乌龟啊 呼吸 乌龟就是从皮肤呼吸 也有炼那一步 所以道家很多 在印度 古时候就更多了 炼这种 仙道 任元经啊 六道之后再加一个仙气 我们在炼仙 很多种 那你要炼仙 仙道就是 最高是可以提升到天道 那如果还没有提升到天道的这个标准 在人道之上 天道之下 这个当前 那要修这个 所以要炼天仙 如果天道天仙 一千三百三 那地仙就要 地仙就是不积不可 那个 不寒 那冬天 到东北啊 零下四十度 穿一件薄薄衣服就可以了 那很热出一件也可以 那个是地仙 那练成就了 这个 要这个基础 要三百件三十的基础 那你才有这个条件去修地仙 天仙的标准高 要立一千三百三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功德回向西方啊 我们就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 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个 去做佛 我们是不求做限 我们求做佛 那我们现在 一定要听英光主持 我们建老和尚的指导 要老师来学这个 那么我们现在呢 大家刚开始写啊 还没有心得啊 难免得不到伐喜 得不到伐喜 那如果你念到有心得 如果你读书千遍奇异之线 念到心稍微定一点 你自己的智慧就出现了 你就这个 感受到伐喜 这个伐喜从内心出来的 不是从伐手机得来的 这个伐喜跟那个伐手机是刺激嘛 刺激一下就就没了 所以这个伐喜啊 这个 从内心涌现出来的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啊 把这个独胎上感应篇 像我们 习惯性看伐手机这样的 那就有进步了 那个手机不会忘记 但是感应篇会忘记的 这个电脑啊 每天要看 那个一天不看 好像失去了什么 但是这个读感应篇可能 常常忘记 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 那我们大家在一起 就是一众报道 所以现在读三十计念 主要是说 我现在呢 做三十计念 每天 如果有请我讲拍摄的时间 我一定 带大家读一遍感应篇 这个在下午做三十计念 我们才能够随文入冠 才知道什么叫做诸二页 因为在这个三十计念的法本啊 我们现前重点的功课还是在忏读 忏读一遍就是改过 你不知道过那怎么去改 在生活当中不知道怎么去改 不能改过 所以这个 我以后啊 再提倡这个 读感应篇 然后下午 读唱尾记 往徐所造之二 就想讲 感应篇 诸二章啊 列了一百七十条 整都是诸二页 那个 我们念了之后啊 然后每一天啊 依照这个来修正自己的心情 这样我们才会进步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 不费增长 华喜从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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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